來介紹一下那個遙控器接收器的那個編碼 我們了解一下它的運作原理 現在是家用遙控器 然後這個是實驗用的遙控器 那這個是它的OLT顯示 它內容 第一個是它的那個編碼 第二個是它幾位元 第三個是它的那個編碼的種類 然後你如果詳細要看資料的話 網路上可以有 我這個是大概介紹 這是紅外線接收器 旁邊的話是那個開發板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看就是說 它的街角路途的話 上個影片有講到 我就帶過就可以了 然後我現在假設說 如果是說我要按音量的加 好音量的加 它這個時候就會顯示它 然後音量的減 減它就顯示 好 基本上這個按鍵的話 因為是老舊的 所以有時候按的時候它會不出來 為什麼不出來 它是因為 它那邊已經那個久了嘛 老舊的它就按不下去 接觸不良的意思啦 你看像這有 有時候的話你不 按不對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 因為按的其實是沒有 其實那個是按接觸不了 好這個是我實驗用的 好 這個 好 為什麼這不顯示1 因為我是把它定義這個是角位 按鍵1 所以我就顯示1 然後現在是按鍵2 它就顯示2 這是額外定義的啦 然後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說 嗯 它這螢幕的話 它必須它的那個顯示上 我帶到程式碼那邊 就是說它 它這個程式碼的話 你必須要先清完 然後再加上delay 不然的話 你直接在送那資料的時候 會 它的畫面的話 它會有一點散崩 有點類似散崩的意思 好 那接下來要到此為止 好